冤种最近都瞒不过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活九剑 这是一位粉丝的投稿 四个月的烂尾楼求人接盘 这位小仙女35岁 身高1米57 个人介绍本人未婚怀孕四个月 只想要个娃 怀孕期间到生娃后两个月 无接触 这句话我就跟前面的连接不起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么个意思 你们品我也没看懂 月工资低于两万的 身体不行的 身体不行的 毕竟越少奶粉都要一万多 就我以前一直都很迷惑 为什么会有女的大肚子出来给孩子找爹的 你不要说你大肚子 你就算没有孩子的 你现在找也不是很好找 你还出来找冤 不是 你还出来给孩子找爸爸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他们不是说不想让孩子的亲生父亲来负这个责任 懂吗 他是找不到亲生父亲 就说难听点 他根本就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好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们就懂了 一辆公交车上发现了一口痰 是吧 司机是下班后才发现到 司机非常的生气 是吧 但是他没有办法 想要找出土痰的这个人 根本不可能 因为什么一辆公交车 每天上上下下几千人 是吧 而且都没联系方式 你去找谁 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司机自己把那口痰给他清理了 或者就是司机去找个冤大头 是吧 让这个冤大头来负这个责任 你们懂了吗 是吧 是吧 是吧